新闻来源中央社 中俄历史边界及领土问题鱼波荡漾 俄罗斯媒体日前专访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 针对在俄国流传的中国将接管西伯利亚和远东一说提问 张汉辉回称 中俄相关条约明确规定 中俄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 互不存在领土要求 据中央社今天引述消息报道称 针对俄流传中国将接管西伯利亚 中国大使称互无领土要求 据中国官方的观察者网消息 张汉辉日前接受俄罗斯媒体新闻世界书面采访 并在今天刊出 其中一项提问是 大使先生 您对在俄罗斯流传的中国将接管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谣言有何看法 您用什么论据来辟谣 张汉辉首先说 所谓中国将接管西伯利亚和远东 实际上是中国威胁论的翻版 纯属别有用心的无稽之谈 他提到 中俄早已彻底解决边界问题 2008年 两国在黑瞎子岛上举行戒杯揭幕仪式 长达4300多公里的中俄边界线全部确定 张汉辉接着说 2021年 两国元首共同宣布 中俄牧林友好合作条约延期 这项条约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 中俄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 互不存在领土要求 双方决心将共同边界打造成永久和平和世代友好的纽带 并将此作为两国关系的基石 张汉辉又说 这一规定彻底消除了可能防害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隐患 为中俄建立新型国家间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友邻关系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 是两国高度互信和致力于世代友好的充分体现 中央社引述张汉辉还说 任何人想要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挑拨离间中俄关系 都将是痴心妄想 不得人心 也绝不可能得逞 张汉辉并表示 中俄东北远东地区互利合作势头良好 充满活力 前景广阔 不久前 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外成功举行 双方就加强贸易 投资 运输 旅游 人文等领域合作达成一系列新共识 中央社称 观察者网引述张汉辉表示 中方愿与俄方共同努力 持续深化战略对接 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 提升互联互通水准 密切人文交往 推动双方合作取得更多成果